这款发动机就是大众最后一代小盘点发动机 它相较于1.4T发动机有了139个变化点 今天小周就给大家讲一下其中的7个重要的变化点 首先这款发动机是基于1211 1.6升自卸的发动机打造的 它的功率为118千瓦 马力为160匹 扭矩还是250牛米和之前的1.8T的涡轮增压发动机是一样的 另外这款发动机搭载的变速箱和原来1.4T也是一样的 就是说我们探月扣砂以及图关它们搭载的还是DQ381的实质双离合 其余的都是搭载了这款DQ200的干式双离合变速箱 第二1.5T涡轮增压发动机采用了之前只有在保时机身上才搭载的可变洁面涡轮增压器 它可以降低涡轮的直质感 让动力输出更加平稳 低扭更加强劲 第三这个地方变成了中置可变气门正直机构 它可以帮助发动机实现12.5比1的高压缩比米勒循环 再配合350B的燃油汲车压力 它可以让发动机的物化更充分 燃烧更彻底 可以减少碳克力物的产生 并且可以降低油耗 第四 1.4T涡轮增压发动机钢体采用的是钢套 而1.5T涡轮增压发动机钢体采用的是APS等一日图层 它可以及到降低我们的摩擦力 并且的话也可以降低油耗 而且它可以适应不同地区 不同油体 也就是说加95加92都是可以的 第五 1.5T涡轮增压发动机的冷却系统也有了很多改进 比如说中冷气改为外置中冷气 它可以更好地降低发动机进气口的温度 其次 水泵也改为了电子可调节水泵 另外 各款发动机的冷却水管也要比1.4T更多 而且它的防御液水幅也比1.4T更大 它可以更好地降低发动机温度 而且在冬天的时候 热车也会更快 第六 1.5T涡轮增压发动机 多了一个主动式游戏分离系统 它可以将取得向内部的雾化机油利用离心力 回流到我们取得向内部 可以降低机油的消化量 每一千公里机油消化量仅为4克 第七 颗粒普罗器问题 随着国牛逼的实施 基本上所有燃油车都会加上颗粒普罗器 而我们1.5T的发动机 它是将三元充滑和颗粒普罗器都装在发动机上 而这个地方温度大概在1100度 到这里都还有700度 而颗粒普罗器的战胜温度为550度 所以说的话 理论上来说 1.5T发动机的颗粒普罗器是永远不会堵塞的 那么问题来了 你觉得这款发动机会是小排列发动机之中的王者吗